嗨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 最近議題蠻發燒的是 大陸正姓女金融菁英小姐跳樓事件 那這個內容我這邊稍微先簡短說一下 就是一個30多歲的一個女生 然後他是畢業於那個 畢業於浙江大學 然後的一個好的金融相關的一個學系 然後也是在那個大陸 知名的一個企業中心金融的一個 算是一個蠻好的一個部分 然後領得很高的一個年薪 年薪最高的時候也有破百的一個部分 人民幣喔人民幣破百 那跟他先生呢是兩個都是高薪的 然後也在上海的那個買了豪宅區 對買了 然後呢因為最近的一連串大陸的一個社會的經濟事件 或所謂的一些所謂的不當的 不穩定的事件 造成他的一個 這是疑似的目前的調查結果是這樣 然後造成他壓力過大 情深 目前的一個大概的一個輪廓是這樣 那這個來講的話呢 這分兩個層面喔 第一個 來講它是一個社會的一個實踐 如果單純以社會實踐來講 那就是一個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 相關的一個討論都有 那第二個來講 如果說這是一個討論喔 藉由這個來討論一些現象的點 當然我們這邊也是 就是在這過程我們先想 就是說我們是引述這個內容 但是我們在表達它 我們只是藉由這個內容去表述一些社會的現象 那當然也是對於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我們也是表示一種遺憾跟難過 這邊先做一個聲明 那我們開始我們的一個討論 這個來講就是說 這個來講 社會壓力大 然後青森事件來講 老實說 如果以那個統計來講 不算 這個來講不算是一個大 可是重點來講就是 這一個女生是 她是一個浙江大學 高學歷 高科系喔 是好的科系的金融 第一個 第一個來講 第二個來講 她是一個 在中心 也算是一個好的企業裡面 然後領著好的薪水 第二個 第三個來講 她30歲 年紀輕 正值很年紀輕 然後第四個來講 她的外型交好 算漂亮 外型交好 媒體講說外型交好 外型交好 這等於是說算是一個很漂亮的 然後第五個來講 是說有結婚 有一個好的婚姻 那這個拖拖來講 在不要說大陸 這在台灣來講 或在一般的華人圈來講 這幾乎是什麼 就是人生勝利組 開掛的 然後再來就說 那她的一個三官 駕駛官 這個女生 她的一個 在公開的一個 她的一個帳戶的部分 剛剛她對外的一個 那個平台來講 她是有 都會有一些她的一個旅遊 外出的一些 出國旅遊的一些足跡 那代表什麼 這一個人 事實上她的一個 整個對這個 所謂的 世界的嚮往 也是蠻有的 那種種的種種呢 妥妥的妥妥呢 幾乎是怎樣 我們看到這個 人生勝利組幾乎是怎樣 搭配了馬茲克的 心念計畫的火箭有沒有 烈鷹火箭 直接往上衝 幾乎這樣的一個等級 那這樣的等級來講 怎麼會有發生 這樣一個跳樓 輕聲這樣的看似呢 那初步排除呢 已經是排除一個 TASA啦 初次排除呢 是排除一個很 就是一些其他因素 目前聚焦起來是一個 因為收位壓力 經濟壓力過大而造成的 那這個來講 討論的點呢 事實上可以有很多點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 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淺 我們講的是一個 比較深的 來講就是說 當然有人說她是因為 怎麼 那個目前來講 房貸過大 合理嘛 房貸過大 他買的房子呢 是一千多萬的 人民幣 那現在呢 掉到 腰斬 甚至已經 據川普講說 他已經 這個降的錢 已經是低於 他的那個 一千五百萬以下 就等於是說 說白了就是說 他今天買的這個房子 來講 不管貸款怎麼繳 我們都很清楚 在大陸來講 你貸款你一定要繳 你不繳就進入 私信的黑名單 這一定的 你不繳 實際上這部分 一千零一總房子 讓你便繳出來 OK 那這過程 我相信在很多的 一些資料來講 都已經有 那我們這邊講 現象來講 第一個 他的現象 已經是掉落了 一半的價錢 算賠 七百五十萬 人民幣 人民幣 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 就是什麼 他的 中心 年薪百萬 現在呢 要降薪 降薪來講 也合理啊 可以啊 現在有個降薪 一個機制是蠻奇怪的 就是說 他降薪之後呢 他要追繳你以前 例如說 你一段時間幾年的 一個 這種所謂的薪資的差異 例如說 我降了多少% 那你可能就是要追繳 可能要追繳你多少的一個部分 而且 我們常常說 既往不救 他是既往有 要救喔 救到以前 我們常常知道 在工薪皆成這樣會有個情況 我們薪水是大品的 都是 我覺得 你賺得多 事實上 你 你會花得多 你賺得少 你花得少 但差在哪裡 你賺得多的人 就好比說包包 他哪是個高檔包包 你賺的錢 你拿包包就是一個 可以的工具 差差在哪裡 但是幾乎薪水幾乎都會大底 你會說會有儲存 會有股票 對沒有錯 這個我們後面會講 但是就是說 這個要追往 可是問題就是說 他的薪資呢 是怎樣 不算低 他是很高的 好比說 先120萬變80萬 差40萬人民幣 比40萬乘以不到200萬 哇 你要追腳 一年要追腳 差200萬人要追腳幾年 以這個比例來算的話 事實上是一個蠻大的 因為他算是很高興 超高興的一個部分來講 對 那追腳部分就是哪 第二個的一個點 好來 那第三個一個點呢 是什麼 第三個點 這是一個 目前的一個 也是 比較 有一個 爭議的一個點 就是說 他年紀那麼輕 他怎麼會 這樣子的一個 跳入一個輕生 這是很奇怪 可是事實上 應該來講就是說 這個也呈現出 因為30年 就是說他30歲 代表什麼 他大概的年齡大概是 19 大概是 初生年齡段大概是 19 7幾 他大概是197幾生 不是 19 不是 1980 1990 大概是2000多年生 對 就等於是說他大概是 30初大概是 90後的人 應該算是90後的人 甚至可能在年輕點 這樣子的一個 來講 大概是90後 這樣子的一個 來講 事實上他凸顯出第三個點 我覺得這個可能 也是一個比較的一個點 就是說 連這麼優秀 或這麼所謂 社會的一個高所謂的人 來講 他都會有一定的怎樣 一定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現象 代表什麼 普遍來講 大陸目前的一個 年輕人的一個抗壓性 當然我們不能比一說百 但是事實上可以看出一個現象 抗壓性來講 可能真的沒有那麼高 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這可能跟大陸之前的很多的計畫 很多的一個 這種很多的一個 一種觀念 家長的一個觀念 不過來給年輕人不要太鼓動 我覺得這可能都會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等於是說 整個抗壓性來講 可能沒那麼高 而事實上這個 今天要引述 今天可能會引述幾個點 來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 引述的一個點 就是說 可見目前大陸的一個 目前的一個情況 可能沒那麼樂觀 那很多人說 沒有啊 還是很有啊 現在只是一個情況 就是說 目前的不樂觀是什麼 是個苗頭 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我們是藉由現象看本質 就是說 本質可能還沒有差到那麼差 但是從苗頭 已經可以看出一個點 就是說 事實上 我們細看來講 事實上大陸未來的一個 可以預期 不要說可以預期 實體經濟 它的整個下滑 我們想數據嘛 說實在 未來五年內 說實在大陸應該都是一路下滑 而且看著什麼滑 這個來講 事實上應該看起來 是一個煤況瑜伽 因為什麼 它的很多的一個 包含什麼之前的教培行業 打掉什麼 遊戲業打了什麼 都什麼 它從根基上一直打 一直打 事實上可以 現在已經可以看出 大陸目前這個方程就是什麼 它是 以一種 國家的一種 思維程度 再去做一下 事情 事實上這個很像以前 有一種集權社會的一種 概念 就變成說 我覺得不行 我硬把你壓下來 就像一個舉例來講 就好比說今天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公司裡面 這個不喜歡它 我就不想要它 我就把這個給我硬壓下來 哪怕現在是貢獻度很高 硬壓下來 硬把它黃標 類似這種概念 就是把它弄得黃黃 把它掃地夫們 類似這種情況 所以 可以看到出來 目前這個大陸人 年輕人來講 它承受的 30多歲 你可以說它年輕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 所謂的一個 輕壯年的一個部分 這樣的一個族群 它之後壓力是很大 OK啦 重點來了 那你說那你那個薪水少的 薪水少的一樣 它也算是一樣壓力 只是在於就是說 今天這個正希女生 她怎樣 她是買一個上來的豪宅 那 那個一般的上班族 賺那麼多 她買一個 買自己一個 小豪宅 豪宅的一個 小套房有沒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花費等級上 都有自己的一個項目 但是可能是品質不一樣 這是一個點 那正往這三個項目來講 事實上 那今天這個 又表達了幾個 什麼情況 就是說 事實上 這個新聞目前來講 在大陸官方來講 它是有點刻意被壓抑 對 那事實上 各位如果在了解一些 什麼大外宣 或大內宣的一個方式 來講 各位看起來 就說 目前這個新聞是被壓抑 但有沒有可能一段時間 這個新聞會被放大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有可能 是它的一個什麼 它的一個屬性來講 被調整 就是說我們常常講的 這個新聞的書才是在那邊 但怎麼去說 又是一堆石 這個也是一個目前 一個 就是一般講的帶節奏 就是說 看怎麼去引導那個風向 就是說 內容一樣是個內容 但是怎麼去引導那個風向 可能又是一個點 那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今天就沒有升坦 對不對 這個就沒有升坦 就是說 目前是被壓抑 那有沒有可能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新聞被拿來做 另外一種宣傳 這個就不敢講 這個我們稍微點到就好了 所以等於是說 目前表達出來 目前的一個經濟的一個不樂觀 跟不景氣 那這個也對很多的一個 這個要呈現出 對很多的人 當下30歲的這樣的人來講 的一個部分來講 你有車有法 有家庭有等等 有工作的人 事實上是怎樣 他的一個信心度的一個怎樣 或是一個 連這樣做這樣 然後我怎麼這樣 也不會因為這樣而怎樣 就是說 年輕人大年輕人 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崩潰 不會 但是會造成一種 嗯 一種青花板破碎的感覺 就是說 人生勝利族 真的是真的就是這樣 人生勝利族嗎 我覺得這個會有很大的一個思考 一個點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大的思考 一個點 就是說今天假如 今天是好比的距離 今天假如說 真的要打那個所謂的一個 呃 雞瓦這個情況 就是那這個新聞很大 難怪這個雞瓦能夠被打起來 我說我們要改良是這個情況 OK 那當然我們還是不要說 我們對這個 社會的一個新聞的內容 我們是屢於尊重跟關係 但是我們今天只是藉由這個 內容的一個 一個 一個部分 我們去探討一些社會的現象 證明 我們要是再三的一個說明 這不是說 對那個消費的任何一個 沒有消費的行為 這樣子 OK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東西啊 它影響了一個多大 就是說 這個事實上已經突破了一個什麼 因為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當一個國家的一個 訊息 如果說已經開始不明朗的時候 事實上代表什麼 這個有 這個訊息有刻意在 嚴幹 就好比舉例來講 就好比說 當假設說疫情的情況 當那個什麼 感染者已經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個 政府更新的速度 可能等一下 不是騙你 那更新很慢 可能沒有那麼準確 或所以訊息也沒有那麼即時 為什麼 因為它要讓訊息 盡量不是 不要那麼正式 這個有點模糊這種情況 灌水 或者讓它做一個 一種煙幕彈的一個新聞 這可以很理解 那也就是說 今天在這個 所謂的 大家過來講 目前的什麼 就位市場啊 或什麼的一個人口數據啊 或人口普查啊 這個數據都有 但是之外的 真實到民眾的那個數據 大家是質疑的 為什麼 就像我們在公司在做帳一樣 有沒有 會有一個內帳跟外帳 外帳是什麼 給會計師看的 對不對 你要做帳嘛 內帳是什麼 自己什麼 自己在開那個 自己的老闆等級在看 為什麼 這兩個一定要分開 否則會沒有辦法 做得很理解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也把數據的部分也來看 就是說 今天來講 就是說 它的一個現象就是 本來它的數據是要公佈給外面的人 民眾看的 國民看的 合理嘛 但現在的數據老實講 大家已經覺得有點 不是那麼客觀了 所以等一下 真實的數據一定是在 決策者 內部來講 他們看到的一個 所謂的訪問權限 就是他們的訪問權限 設定在什麼 執行軍隊的那個部分 這可能應該也不難理解 那事實上 其實從這件事情來講 它可能不是一個數據 它可能是一個非線性的一個資料 這可以突顯出什麼 這個數據 嚴重的怎樣 就是說 目前發展程式的數據 有一個嚴重的造假 落差很大 大家會覺得說很不明朗 包含說之前 我們常常講 訊息有兩種 第一種來講 一個怎樣 一個正一個正一個反一個反 然後怎樣 正的會說不對 然後反的會說 沒有啊你看 對不對 那不是還可以嗎 那一方 還會有一方 有沒有 它會有堅持立場 你看我們家 有A的 就是兩邊嘛 都會有一方 但是當如果說 整個一種很明顯的現象 呈現出來的時候 反對的那一方呢 它就真的很難在 有另一場可以講什麼 因為什麼 因為40%以前 就算有人堅持反抗 但是中間的人 大部分會比較偏向移性 那也就是今天這個現象 它繼續發酵的話 在這個 以這個節奏 或以這個方向發酵來講 是對官方 大陸官方有什麼好 但是我們要表達說 當它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如果是 假如 假如 這個為了要打擊金融 因為它是金融 金融的 要打擊金融的 某些點的時候 它可以把這個新聞 再包裝成 某一個點去進去打 這個就是一個 文宣戰 一般人講的 雲宣戰 就是我們 這才可以理解 就是說一個素材 然後那個媒體 以前是講 那個電視台 把它看要怎麼講 把它講得好 都講得壞的 看你怎麼去操作 就好像比如說 一個視角 一個東西 你以不同的視角 去看什麼去解 都可以造成一個 可以把英雄造成 是一個 一個犯罪者 一個犯罪者造成的英雄 這個媒體 大時候大家可以理解 實在轉換成 目前這個時代來講 它的一個什麼 它的輿論 它造成一個 不過當然會更明顯 它會更深入的一些 所以等於是說 目前的這個現象 的確是一種 哇 大家只是一種 很對什麼 對那個 社會現象的部分 那到時候呢 會不會為了轉移注意力 把它給調整成 一種 拿來變成 我覺得那個可能 就真的是一個 比較 比較 不是那麽適應的一個做法 但是 事實上 我們可以再看 在整個一種 網路 或這邊 就是大家講 這樣的手法 的確是越來越 春熟 春熟 對啊 這個春熟 OK 那我們一樣是回歸到 我們一個 這個點 就是說 那假設今天這個現象 那它對整個的一個 造成影響 那有人說 那這個事實上 對目前做的大歐來講 內部來講 會造成一個大影響 是沒有錯 而且它是在上海 這樣子的一個 精華的一個地段 對 那等於就是說 目前整個大歐來講 會很不樂觀 那這種不樂觀 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一個 大家對一個 年輕人 我覺得這個主要是 因為我覺得比較大的時候 今天這個 這個點 如果說它是一個 30歲 40歲 50歲 60歲 20歲 17歲 造成那個畫景 完全是不一樣的 但是30歲 目前是屬於最 怎樣 我們講的是最 最 你可以說人生最精彩 就是相對說 它的功夫器 你剛才來講這種 年紀應該會跟希望 化上得很好 但目前這樣 這個就是跟希望 化上得很好 而這個希望化上得沒有 就跟國家化上得很好 那目前大陸的 很大的一個 的一個做法 實際上 我想都有點類似在 進入了一個 類似像 有的人會覺得說 有點半鎖國那種感覺 對 有點慢慢在鎖起來 那種感覺 沒有啊 也是可以互動 沒有錯 可是你的一些 所謂的直擊流動 就是說你的一個 外匯的一個 轉出 那可能就會有限制的金額 怕你把賺的錢賺到 轉換成外匯就不去 這會有限制的金額 爆發的就是 你出國 有人會講 已經不好論出去了 對不對 這越來越難 這的確是一個現象 那等於說 在目前國內來講 大陸來講 很多的一個 年輕人會爆發說 我對人家還是有希望 那今後這件事來講 會有比較大的影響是 還是那麼樂觀的人 會適應變效 那也不見得會因為這件事情 而整個擬喊不會 但是它會慢慢的發酵 但是事實上 這樣的一個新聞 在大陸內部來講 它有可能會很快的 被給 第一個蓋掉了 第二個把它給 性質調整 就我們剛剛講的 性質調整 那這個 這個就變了 這就變了 這就變了 它有可能就會變 轉換成是一個 沒有那麼大的一個 時間 轉換成一個小概率的時間 這個如果從事媒體相關的人 它會很清楚 如果在寫一些企劃 或一些編導來講 這個都很清楚 這樣的一個思維 改靈跟節奏 這個可以 但是事實上 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 在整個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氛圍 或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事實上 今年是2024的一個情況 事實上 可以可預期 有人說2023 不知道2024會那麼差 來今天是2024 大家覺得2025會更好還是更差 真的說實在 現在你問10個 你應該有11個半 都講2025會更差 現在如果還可以 很樂觀地講 2025會更好的 你會覺得 它可能是在給你信心 對不對 它是在給你打氣 你會覺得你會很同情這種人 那2025有沒有可能更好 會 我相信會有 但是它是少步 我們講是同步 如果說以整體來講 就是說 在整個大的一個環境來講 好比說在這個 在 呃 我們現在講出來 床上環境很差 可是事實上 在任何的一個環境 還是會有成功的商量 為什麼 因為那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本來就是一個概率事件而已 對 你可以說是幸存者鞭插或怎樣 但還是必須 還是會有一個概率事件來講 就像你的手 拿一個泥土 往下拉 對都被壓扁 但是還是會有小小泥土 從風氣中爆發出來 對不對 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錯 對啊 所以等於是說 在整個的一個目前的一個 一個社會的一個現象 或社會的一個本質來講 目前承受的一個 我覺得 大陸那邊 目前承受的壓力 我覺得會越來越大 對 會越來越大 而且事實上這個大會有一個點 就是說 它會從一種 沒有希望 我們常常講說 一個年輕人沒有希望 一個老年人如果沒有希望 合理 然後你 啊 我要死啊 我要死啊 有 常常都聽到 啊 我要死啊 然後想 你就很煩 那還合理 但是如果你聽到一個30歲的人 一群人在路上 一群30歲的人說 啊 我要死啊 然後想你會覺得這個 一種內心的那種 這種難過 就是由然而生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一個 一個 讓你們看不到 30歲事實上 它正是屬於 乘上旗下 就是說 我們雖然講40歲是中年 可是事實上 老實講 我們好比說 好比說 現在假設這一波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浪潮 假設是5年 因為目前整體的 因為我們會講是說 是從整體的競技來講 從企業的佈局 或什麼來講 或企業來講 有的人企業說 現在一切看了 5年後我可以賺錢 但你的企業來講 還沒有轉型的 5年後 那勢必就是垮掉了 類似 對 那真的部分來講 5年 那假設現在是40多歲了 OK 好 假設是40多歲 老實 是前半段的人 他5年後 他也快50了 50來講 雖然還不到退休 但怎樣 他的心態已經進入退休 他可能是怎樣 開始在怎樣 為自己的後半段 開始做一個人生來打算 就是說 他的重心會漸漸不在工作 而是在其他部分 他可能會找副業 他可能會寫綱 等等 他可能會繼續做 但是等一下 他的重心 就算那時候發生一些重蕩 但他的重心已經很清楚知道 他的一個部分是這樣 可是現在30多歲的人 老實講 5年後才35歲 才35歲 那時候事實上是屬於怎樣 才是屬於他人生更的一個高峰 對啊 那時候小朋友 OK啊小朋友 要嘛就是生了 要嘛還沒生 要嘛結婚 要嘛已經結婚小朋友已經 正常是這樣小朋友已經是 大概是那時候的年紀 大概正常應該是 大概是幼稚園左右 出生大概幼稚園 出生左右 或幼稚園左右 那時候是屬於 剛好在人生中 最一個條件的時候 那時候會有 啊我被戲啊 我被戲啊 一個年輕的夫妻 然後抱著一個小孩 然後餵奶瓶 然後會說啊我被戲啊 我被戲啊 你可以想想那種畫面 我覺得是一種 那不是單贏 那是一種全面的 老實講那是一種 蠻 老實講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蠻念人 惋惜的一個情況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今天來講這個東西 他不見得是一個什麼 也不是一個 也不是說趁熱度的這種情況 所以實在它是一個現象的本質 它是一個 有感而發 我們不能說那麼惆悵的場景 就是說 它這個現象 我們今天這一集 那如果說那今天講這些 主要表演的點 我們只是在講說 今天這個斜率 我們常常都是 走下坡是一個點 但是下坡的斜率 要比如說 你下滑水道 滑水道是一個點 但是滑水道的斜率 那就很恐怖了 滑水道的長度會影響 斜率更是影響 如果你今天滑水道的斜率 就是很危物 那個角度很小 這是慢慢滑 沒有感覺 但這個長度很長 然後斜率是近乎90度 天啊 那個掉下去 真的是萬丈深淵 那很恐怖 就是說我今天 一個年30多歲的人 他是進入這個社會 他是怎樣 他是要為這個社會貢獻 但是30多歲跳下去 我就萬丈深淵 說實在話的 後面還會有什麼 40歲 50歲 60歲為國家 為整個民主 為整個一種 為整個一種 所謂的整個一種 科技文明的一個發展 還會有這麼大的宏觀嗎 老實講 我覺得真的是一種 存疑 這實在會有存疑 還是會做 還是會有 只是說 他造成的一種 我覺得人心的一個浪潮 會很明顯 這個跟我們之前節目上有提到 就是說 好比說現在 假如一個辦公室來講 一個職場辦公室來講 會有30歲 二三二 三四五 那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 老實講 主流什麼 主流現在是30歲 40歲來講 會有 但是這樣比較少 50歲更少 20歲有 但不多 也是有 但是主流20歲的人 20-30歲的人居多 但是30歲的人是主力 合理嘛 這應該可以理解 40歲的人有 但比較少 相對比較少 那各位來看 現在30歲的年輕人 你也可以說 不要說年輕人 就算這個主力來講 看目前的工作的一個 氛圍跟心態 老實講 在某個層面上 可能還比40歲的還要更弱一點 那你就40歲也是老油條 沒有錯 那你想30歲都是這樣子 一點有油的 40歲會不會更油 這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我要表達說 整體的部分 是真的往下滑 應該說 今天這個現象來講 只是讓做實很多事情 它是更往下滑 這個點 是讓大家 是活生生學歷的 在面前 這個情況 我這個來講 就會讓 有點更有臨場感 如果說你真的要表達 更有這種臨場感的感覺 那當然 我們還是要希望 就是說 整個一種 社會的運勢機制 還是可以運轉 只是說 呃 可以看得出來 2024應該 就是它沒有 你看2024它沒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點 讓大家覺得 經濟金融崩壞 沒有 2024它給大的一個點 我覺得 2024最大的一個點是什麼 無形的 讓一下怎樣 消極 我覺得這個來講 是以前比較少遇到一個情況 以前是 哇 很可能打我一拳吧 OK 打我沒事了 哇 重擊 那現在2024我就是有點消極 任何情況 包含就是說 AI的一個部分 或金融的部分 會讓總統 大家會覺得一種很消極的情況 還是會生存 不會說今天這場面 不會 但是怎樣 會讓你越來越消極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比較一種 消極心態的一個形成 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2024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未來 假設很多年的一個 一段時間 消極的一個原理 我覺得真的 真的一點不會有多 對 這個來講 不見得會在歷史上 留一個記憶點 但是我覺得 這個在實際上 如果 在整個社會的一個影華 來講 分別的事 我覺得是對人心態的一個 很大的轉折點 那以上 還是存屬於個人的一種 淺薄的一種 我們交流分享 當然 不代表整個的一個社會現象 這邊還是要做一個說明 因為我覺得 事實上 如果說 痛罵一個人 跟講消極的點 消極的點 事實上會讓人更不舒服 因為那個是 痛罵會覺得 反而會激勵 但消極事實上 理論上會讓更不舒服 可是因為我們變成是 有一說一 然後我們說實在話 就是 有什麼還是得說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現象 這個也是 讓這個整個思維來講 是一個比較接觸 不一樣的 我們說實在話 這個等於說 不等於接受訊息 不在一個同溫者 不接受單一的一個訊息 我們在或是豐富心的 才能養成更好的思考能力 好 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 掰